這是凌晨的地震 跟4月3號那個是有關係的 其實它的余震 那這兩個的正央的位置差不多 都是位在我們認為的縱骨斷層面上面 只是說比較奇怪是大地震之後 4月3號大地震之後 去這個區域裡面就沒有很少地震 大部分地震都已經移到北邊 花蓮市那附近去了 那等差不多經過我們這20天 它這個余震又移回來了 其實是它等於是這邊累積能量 已經倒到一個臨界點也開始破了 那這個區域裡面過去經常發生這種群震 有時候一天兩天就會一兩百個地震出現這樣 那今天這個情形也類似就是 那這一代來講就是過去來講 就是在附近如果有一個比較大的地震 規模6點多地震 它就會有群震出現 那今天就是一個例子就是 那在網會預告還會有發生6級比上的強者嗎 在其他區域 如果這個區域來講 我想已經大概能量施放差不多 但是在陵近區域 可能還會有6級規模6的地震就是 那這個當然是我們從9月1地震的經驗 9月1的地震完了以後 大概有8級規模6的地震 在1年1年裡面 所以我想這次主震 它規模跟9月1地震 類似都是7以上的話 我想往後還是會有規模6的地震就是 有預告可能 余震的這個能量還會施放多久嗎 一般來講規模7以上的余震來講 大概會1年至少半年以上就是 我想這一般民眾還是要特別注意就是 尤其是規模6以上的地震就是 因為我們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是我們這次是不是鎮央是 慢慢從外海有移到陸地的情況發生 這是主震的位置 其實後來氣氧局或是有些學者已經修正了 其實它在路上 它不是在最早的時候 我們認為它在外海 那當然它主要地震 最開始是整個是跑到北邊去 那這次現在這幾天的地震來講 它是移到南部這邊來了 對對對 規模6我相信還是會有 因為像今天這個規模6 我們早在兩個禮拜前已經有知道了 認為這種規模7以上的地震來講 它余震一定會維持一段時間 而且會有規模6的余震就是 對對對 余震 總談及 私 Marcus during the 日本有名前 我們看看 東通